浪花拍打暗静 花莲南冰外海一早出现长浪 浪高两公尺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外围环流逐渐乏微 台东蓝雨浪高也已经超过四公尺 杜苏瑞台风的台风也相当的清晰可见 它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强度又稍微的增强 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上限 那它未来在接近旅宋岛北方海面的过程当中 海洋或大气的条件还是有利它稍稍的再增强 所以预估也不排除有可能增强为强烈台风 自从24号晚间海警发布后 台风入境各国官方最新预报几乎一致往南修 杜苏瑞正以西北转西北西方向接近旅送到北方海面 过程中不排除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进入巴士海峡 气象局最快25号下午就会发布入境 周三清晨起暴风圈开始接近横春半岛陆地 之后随着台风中心继续向台湾西南方海面 暴风圈将会陆续涵干州南部 花东地区等大半个台湾陆地 到了27号台风移动到台湾的西南部海面 这时候除了东半部的降雨持续之外 南部的风雨也会明显的增强 杜苏瑞霞与西台气象局初估25号到28号之间 会替北北基桃竹苗带来300毫米雨量 南高坪400毫米 花东地区更高达700毫米 防台准备不可疏忽 今天新闻正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